作为现在越来越有钱的时代 几乎家家都有四家车 所以说路上是随处可见的汽车 不管是在路上飞驰 还是停得满满的停车位 都有许许多多的车 而这样的车辆也就导致了堵车的现象 尤其是在大都市中 一天几个小时都在堵车中度过 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 让人很高兴 并且随着车辆的增多 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也大大提高了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这辆车 就会觉得以上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辆车叫做鲤鱼 这是交通工具的新概念 一辆封闭车式两轮车 是由我国自主制造 自主研发的 对外形附有科技感 像是汽车和摩托车的结合体 它的特点是只有两个轮子的电动汽车 却依旧可以让汽车在高速行驶中保持平稳 一旦系统发现车身有倾斜就会自动矫正 摩托的体型却有汽车的性能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电动汽车的话 充电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目前我国并没有普及充电桩 但是这辆汽车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需要充电的时候 只要拔出电池组 就能带回家里充电 它在电车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创新 它采用了分叉片式电池组 并且由于这种汽车的重量只有400千克 相当于普通汽车的一半 所以电池能耗也可以做到市面上 普通的新能源电动车的三分之一 虽然看上去就是一个人用的两轮电动车 但是驾驶体验上来说 和普通汽车是一样的 甚至比普通汽车还要炫酷 你可以感受到百公里高速转弯 没有倾斜感 零半径掉头 甚至还能平行横着开进停车位 再加上体积小 对于堵车的情况也会有很大的缓解 并且它的外形虽然和摩托车有点相似 却要比摩托车安全的多 让我们期待它的上市吧 对于堵车的情况也会有很大的缓解 所以我们的情况也会有很大的缓解 是不容易的 对于堵车的情况也会有很大的缓解